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 所谓的维持统治的正当性 在这里的英文呢 我用的是不一样的字 那我跟外国人讲的时候 我会说这两个解释 牵涉到台湾的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但是讲民主化呢 这是一种说法 那你讲的更直白一点呢 为什么要民主化 这个因为牵涉到我们的这个体制 过去的威权 走到现在的民主 那过去威权的时候 碰到的问题 跟现在民主碰到的问题 是不一样的 首先是市值31号 这1954年1月29号做的解释 那么它的解释很简短 我大概只会摘以下一通 只会摘最惊要的部分 指国家发生重大变故 遇到了国家现在有重大变故 这句话就指的是大陆撤退了 沦陷了 第二届委员 特地委员主要市值 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没有办法依法选出机会以前 怎么办 仍应由第一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继续行使其职权 这个4日31号 先讲它的事实背景 我们的宪法 施行了以后 那在大陆 我们就进行了第一届 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 中央民意代表 立法委员按照宪法规定 国大代表任期六年 监察委员任期六年 都有任期 世界上所有的民主法治国家的民意代表 没有人是没有任期的 因为有任期所以才能定期改选 民意才能定期更新反应 不然我们就不叫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 我们上次讲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里面谈到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统治者的统治正当性 是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而同意的方式 主要是透过定期选举 如果我们没有定期选举 蔡英文女士做总统 她凭什么以总统来统治我们呢 她的统治为什么会有正当性呢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民主国家 请问爱新觉罗是个家族里面 她的那个立个几十个皇帝 哪一个皇帝是我们投票的呢 所以她有没有正当性呢 她的正当性是建立在 她对你的实质控制上 有本事你来推翻我 你不能推翻我 我马上得天下 我就马上治天下 我就继续知道 你们推翻我的统治为止 我不需要问正当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是民主国家 如果人民没有投票支持她 没有民意的支持 她是不能统治我们的 好 那么现在国家碰到了重大的变故 我们选完了以后大陆就丢掉了 所以车腿到台湾来任期到了 当立法委员任期到的时候 当时呢政府说这个该怎么办 我们要反攻大陆 我们希望要反攻大陆 那是现在没有办法反攻大陆 而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 包含她的这个席次 是规定在我们宪法里面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说 到台湾地区来调整 那如果按照我们台湾地区的人口 怎么选也选不出 能够在按照原来 以全国36个行省为基础 选出来的那么多的多数 可以开会的多数 选不出来的 而且事实上 如果你要这样子改选 你还有很多政治的问题要解决 比方说你这是不是意味着宣告独立 成为两个中国 还是一中一台 还是什么 所以那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 以前就有 所以碰到这个问题呢 政府说好那我们行政院 通过一个院会决议 说碰到这样的情况 立法院任期到了 没有办法改选 我们知请立法院诸公 体谅我们现在国事维艰 请你们同意延长任期 继续行使职权一年 好不好 那总统把这个意见 咨文给立法院 立法院表决一下说 好国家很困难 我们同意 所以第一年用这种方法 克难的度过 第二年又来了 第三年就难了 因为所有的三个中央的国会 刚刚讲的是立法院三年的任期 监院也六年也到了 国大任期六年也到了 三个民选机关任期 通通都到了 你还用这个办法吗 好 这就开始想要怎么办 有很多人建议总统说 那总统请你依照宪法44条 出来行使愿计调和 总统说 当时总统当然是蒋宗正宪 这个不是我的权利 他坚决地拒绝了 拒绝了怎么办 最后说 这是有关于宪法的问题 交给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做成了这个市值31号的解释 这个解释里面透露几件事 第一 这是我们讲的 情势变迁 我们没有想到宪法 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实行 那现在确实没有办法改选 所以没有办法改选 以前怎么办 继续由第一届的行使之权 这个是讲它的背景 这样做呢 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刚开始不觉得 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会发现呢 这就是后来万年国会的由来 这个会因为31号解释 他不必改选 如果没有31号解释的加持 在当年这个统治的正当性 就已经出问题了 那因为31号解释这么做了 好 所以大家呢 共体时间 就是忍耐 但是你知道 在这个同时 1950年到了台湾以后 蒋介石先生一方面是说 我们中央民意代表 暂时停止改选 而是二方面 同时1950年开始 他就发布了一个台湾省各县市 实施地方自治纲要 所以我现在简单的就称为 地方自治纲要 请注意纲要是一个命令 它不是一个法律 换句话说 在台湾地区所实施的地方自治 长时期以来就跟宪法的规定不一样 但是蒋先生认为 好不容易脱离了日本的统治 在殖民时代的统治 它不会让受统治的人 有所谓的民主意识 要求要当价做主 那日本人怎么统治 虽然台湾的士绅 在日本统治的晚期 已经有很高的自主意识 要求我们要议会 要求要做什么 但是很快都被统治者给压下来 这种情况几乎在所有过去的殖民地 都发生 那我们台湾的情形 也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蒋先生的决定 你可以说是个政治的决定 一方面中央不让你选 二方面地方要让你开始选 当然这里有不同的解释 有一种人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蒋家政权或者是国民党政权 它是一个外来政权 它在台湾根本没有根 你要让它在台湾能够扎根 它需要有一个方法去扎根 就是要让地方可以选举 它就可以去扎根 每一个选举是不是要党部去运动 是不是要党部去策划 那这也是一种说法 但另外一种说法呢 你可以把它从个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理解 就是殖民地的人民 不管是因为它的教育 还是它的过去的所谓的公民美德的培养 都非常的欠缺 一下子要当家做主有困难 为了局面的稳定中央不准动 但是地方 我们现在要开始让它实行各种层级的选举跟自治 所以各位想一想 当时的台湾 除了台湾省 省主席不能选官派以外 当时没有省长只有省主席 省议会是选的 县市长县市议会是选的 而且更创造了一个宪法 所没有规定的地方自治 乡镇也是选的 乡镇代表会跟乡镇长都是选的 所以从底下的基层一直往上选 你就看到今天几乎 你在台面上看得到的政治人物 他们都是从台湾的基层列练出身的 如果没有当年的地方自治 这样子实施全面的地方选举 哪来以后的中央这些优秀的从政同志 好那这是讲过去 那不管怎样呢 这个解释确实造就了一个万年国会的这个事实 万年国会有点夸张 不过你们知道从事政治运动人一定要夸张 跟写散文跟写诗歌一样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一日怎么会等于三年呢 但是你若不这样写 显现不出我对你的私募嘛 同理我如果不把它叫成万年国会 这怎么能够说他的可恶呢 谢谢大家